《迷你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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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我們就直接挑重點說 假如說要知道這個電影《迷你夢境》 到底在演什麼的觀眾朋友呢 可以在網路上面自己去排一下文章 首先第一個重點是 我看完之後我只有一個感想 這個賣門把的弟弟未免也太有錢了吧 連我也想要去賣門把了 第二個重點是 怎麼這個弟弟這麼依賴哥哥呢 我搞不懂這是什麼樣的兄弟情 第三個重點是 John Depp 來飾演《迷你夢境》 《迷你夢境》 這個角色呢 也許會更有趣更合適 因為由《迷你夢境》 詮釋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感覺更像是 《哈利波特》裡面的《迷你夢境》 穿越了宇宙 來到了《迷你夢境》的宇宙之中 很奇怪 小女孩小女主角啊 很像 Sherry Lolan 這個長得非常的像 我在看運告的時候我就這麼覺得了 電影之中的人物情感啊 看似很緊密 但其實呢 很演很假 嗯 對 這個不走心 這個演出是不走心的 《迷你夢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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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根據動畫電影啊 《小妮莫夢香歷險記》 加以改編的 不過在卡通之中呢 小主角其實是小男生 而不是像真人版的是小女生 所以有進行一個改編 《迷你夢境》在我看來喔 比較像是 《愛麗絲夢勇仙境》 加 《小飛俠》 加《娜妮亞傳情》 這個電影 我們這邊影視劇誠實說 會給他三個手機的評價喔 呃 因為我自己有思去過親人 然後 三不五時也會夢到至親 所以 電影之中的這個鋪陳啊 我很懂 其實這個是還蠻感人的 但 其實這一次一部喔 非常平庸表現的 呃 一部電影 然後 它裡面的CGI特效 看起來很有聲光娛樂感 但 大部分都很假 然後 我覺得最大的敗筆還是 MOMA這個角色 真的想說有 強哥來飾演的話 因為強哥他就是那個 希臘神話之中 九神的那個形象喔 所以他來駕馭這個角色 完全不費摧毀之力 而且會更好看 然後這個電影的話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點 他雖然是在講夢境喔 但是不夠誇張 不夠戲劇化 我覺得是還蠻可惜的 好 這就是我們這一集 為各位介紹的電影 並不推薦喔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那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塔羅牌攤位上 詹普斯正在為苦惱的小民解牌 從這個牌面看來 你最近好像有財務方面的困難喔 對對對 我最近快要吃土了 朋友說 油款手油叫做翻身計畫 在裡面下注可以贏得豬仔幣 豬仔幣還可以拿去銀邊交易所投資 每個月獲利高達15%耶 可是 我總覺得怪怪的 我跟你說 現在 詐騙集團最新手法就是利用網路博弈 虛擬資產這些新興科技 來吸引年輕人 進行投資詐騙 更可怕的是 他們把不法所得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 層層轉出 讓金流追溯更加困難 蛤 所以說 不只我們的錢拿不回來 還可能被犯罪集團利用 那我要好好想想 避免來源不明的投資 欸 年輕人 你還沒付錢呢 片花組製作 片花組製作